都有不同的解读 想说地球降草下去 还有旧吗 接下来我们请出这方面的专家 热烈掌声来 欢迎最后一位嘉宾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的走裁 也是这次气候会议的参与者之一 吴昌华女士 欢迎吴女士来到这场 谢谢 坦白讲 有很多的粉丝 那个吴女士 谈论了这么久 其实你也参加了这次各本会议当中 其实包括民间都会觉得 各国都有很多不同解读 有的是乐观 有的是悲观 有的人会觉得 这样子开会下去 到底我们的地球还有旧吗 虽然刚才其实大家在这里 变论的一场 让我的确是想起 很像各本哈根的一场 也就是说这18号 12月18号 各国首脑在场的那一幕 但是我想其实草归草 但是大家还是会冷静下来 考虑到就是说地球 已经就是唯一我们的家园 我们已经把地球 破坏到这种程度了 我们每个人都承担着责任和义务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家园 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 更是为了人类的共同的 未来 所以这样一来呢 其实可能未来的路途走起来 可能艰难 尤其在国际政治方面 但是呢 我坚信 就是从中国很多的国家 包括中国 包括印度 包括一些其他的发达 与发展中国家 冷然会一如既往 继续呢 朝着这个低碳 或者说节能减排的方向去走 这一点 尤其对中国 我是充满了信心 但是当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很多的 不管在网路上也罢 其实当我们再看到这一幕 又一幕 比如北极的冰川笑容 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幕 也就是在12月4号 尼泊尔那个会议 在海拔5164米的珠穆朗玛峰 一个营地来召开 也是不断地在呼唤 但我们就发现 每个人都有个感觉 我相信包括参加会议的 包括潘代表 都可以感受到 这些画面 我们每一个人在乍看的时候 都是被他刺激到的 你看马尔代夫 在今年的时候 在该国的海域当中 一处4米深的海底 召开了世界上 第一次的水下的那个会议 这样的呼唤 这样的呼唤 在看到赤道雪峰的冰雪 在加速的融化 每一幕是触目惊心的 但是毕竟它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就是它并没有那么击破 你觉得在各国之间的协调当中 因为我们提到 提到了气候之间 就产生了 不是纯然气候的讨论 是气候政治学 在这一次当中 有很多的争议 其实要摆到接下来的 墨西哥的会议当中 但是延续 目前这种情况来讲 这种争吵下去 这些分歧 该怎么来解决呢 我想还会有办法 不管哥本哈根 最终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 但是呢 重要的各国 地方 国家一级政府 地方一级政府 企业界 包括公众 都会采取行动 从自己身边的 多管道的一块来参与 才能达到五票 谢谢 谢谢吴女士 来下一辆补充 下一辆 我非常赞同吴女士 刚才说的这番话 我觉得中国现在缺少 危机意识的 这样一种宣传 像我们的导演 大导演 张艺谋 拍了一部非常无聊的电影 他为什么不能拍一些 危机式的电影 国外已经拍了很多 危机式的电影 我们觉得中国需要 宣传这方面的电影 你别说太多坏话 我那边演角色了 不好意思 来 加德加一来补充 我觉得中国的公众 因为这个是 不能光从国家的角度 必须有一个全民的配合 刚刚讲的 现在是我们能做的部分 每个人能够掌握 就是民间的部分 比如说中国的公民 把环保带 在超市买东西 环保带 这个做的比日本领先 那日本应该说 从一个公众的角度来讲 我们比如说买电力车 买一个对环保有利的 家电品 政府也可以减税 可能有一个 官民议题的这种措施 那中国我觉得 现在是已经在 这种阶段了 就是说公民 他们对环保的意识 越来越强 而且我希望就是说 环保是一种美德 是一种价值观 那你是正在对环保做出贡献 我是拿着环保带去买东西 你是一个环保分子 我说这种一个趋势 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其实北京兴起了一个 所谓低碳一族 低碳的生活方式 帮我们介绍一下 以此为荣 就是说你身边 无论你生活当中 社区当中 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 对不对 非常非常简单 每个人就生活当中 你走的时候 把你拔掉 关掉你的电脑 在家的时候 那个水龙头 不要放水 随便让他任意的开 有的时候衣服 洗衣机里面用不着 没装满的时候 有些小的衣服 可以手洗 这些点点滴滴的地方 包括办公室的循环利用 纸张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 加起来的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也是其实希望所在 所以虽然到国际层面上 说气候谈判 更多是上政治的谈判 经济的谈判 和贸易的谈判 我们要谈 还是要去谈 因为它毕竟是 其中的一个渠道 谢谢 来 朱利安 我们应该每一个人 有责任去更多的了解 什么是比较 用俗点的话 就比较靠谱的 这些数据 这个发展到底 这个这么发展下去 真正的后果是什么 然后每个人从我做起 另外呢 当然是能影响 身边更多的人 那最好我觉得 还是多了解点知识 不管是哪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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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家华 大家对各位哈根 说是一个失败 我不认可 它是一个成功 这次这个协议中间 第一次将两度的目标 明确地写在这个文明中间 而且这个成功 比京都一定说更好 为什么呢 京都一定说 大家皆大欢喜 通过以后 结果最后美国退出 得不到执行 那么一起 得不到执行 现在通过 还不如现在就不通过 那么我以后 我们留下了个 打下了个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 这应该来讲 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成功 而不应该简单的说 是一个失败 谢谢 谢谢阿里 夏一良 我觉得中国人应当强化危机意识 不管别人怎么说 别人怎么做 我们自己努力的去做 然后呢 这样会造福子孙后代 谢谢 谢谢 李肃 我认为这次 哥本哈根会议上 美国和印度都有大国风范 该反对的就反对 该坚持的就坚持 那么从策略上看 中国需要在崛起的过程中 赢得全世界 我认为它是对的 但是在战略上看 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是在这十年里边 大规模的迅速崛起 发展经济 而且在全世界的经济地位 发生更根本的变化 在经济上能领导全世界的时候 你在责任上才能领导全世界 谢谢 谢谢李肃 来 吴女士吴长华 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着 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路口 如果说十一五期间 中国的20%的节能减排 是中国在走向未来绿色经济 或者低碳经济 卖出了坚定的第一步 那么我相信 40%45%的碳排放置指标 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中国会坚定的卖出第二步 谢谢 最后 吕学都 吕代表 我想呼吁呢 那个世界各国能够 按照联合国气候双方向公约 和金融运动书所做的规定 来履行各自应该履行的义务 尤其呼吁发达国家的政客 不要紧带他选民负责 要对地球负责 不要光知道指责别人 尤其是自己做不好 还指责别人 对中国来讲 我觉得中国会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 来 最后我刚刚突然发现 麻烦把麦克风递给那位最年轻的一位小朋友 在我们现场当中 我觉得很奇怪 今天现场当中 这个有这么年轻的小朋友 您几岁 九岁 九岁 你刚刚听完整个一个小时的讨论之后 你有什么心情想跟他分享 想对地球这个大家共同母亲说吗 你会很担心母亲的未来吗 我觉得应该少点煤炭 然后让地球的气候更好点 那么今天听完之后 你会跟你的爸爸妈妈说什么 用什么样的实际新闻来推动 这个低碳的生活方式呢 你可以做的是什么 就是少点像 用电啊 用水啊 那些的 好 我们也做一次示范 我觉得无论如何 谈任何的话题啊 我们都谈多了 现在我们就好好来做吧 麻烦请导播把场灯 稍微关暗一点好了 这是我们能够做的 对吧 再暗一点 谢谢 我相信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 一虎一席谈 在2009年 要迈入最后尾声的时刻 我们不选择星光灿烂 我们不要前程四景的这种光芒四射 我们选择是一个暗暗淡淡的 非常平常的 一个低碳生活的方式 别忘了 爱护我们的地球 爱护我们的米星 从现在用行动 胜过一切 明年见 祝福大家 接着为您播出 时序直动车 隔壁一五一席谈 由世界名牌隔壁空调 具名证